眼看疫情越來越嚴峻 我們得開始跟它共存 國外是這麼做 定時做快篩 再來就是接種疫苗第三劑 還有醫院可能會提供口服藥物 但以第三劑來說 台灣目前的接種率是51.29% 得繼續充 而快篩部分 我們的價格跟人家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說快篩還得看不同廠商 有不同準確度 但台灣部分快篩 在技術進步後 的確有降價空間 以這次支援政府 基隆愛心篩檢的泰博為例 要決定價一盒一劑299 一盒5G1450 業者表示 他們給的批發價一劑200以下 因此政府若想調降快篩價格 可能得跟通路溝通利潤 而他們配合防疫 這回基隆愛心篩檢 一量壓縮成本 買政府一劑100以下 我們基本上都蠻配合指揮中心這邊的 指揮中心這邊也給他一個很優惠的價格 因為管理的部分 本身通路的部分 本身牽扯到有中間商還有那個銷售端 那當然了 為了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我們也可以來討論看看 是否降價價 包含藥局 藥師工會發言人說 或許能請政府大量採購 類似口罩實名制方式 讓信價更低 加上快篩準確率 業者已經耗塵CT值28以下 能跟PCR差不多 真正協助防疫 讓大家能夠快速 而且比較相對便宜的價格 取得快篩劑 是我們在發展未來 快篩跟PCR混合使用的重要方向 現在有幾個方案在考慮 不會不排除 會來征用把它列作防疫物資 指揮中心也統計PCR檢驗量能 相比去年5月 疫情剛爆發 只有2.7萬件 現在已經來到19.4萬件 還有口服藥 英國大概準備了全人口67% 那其他國家大概都是2%到4%之間 那未來我們在購買藥物 也以這樣的一個百分比 作為努力的方向 以前被委託 我們才能把新冠當感冒 TVS經文 陽晉波林瑞 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